就是對我來說講故事是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其實不太會講 可是我覺得這個故事有他很 滿感人的地方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有一對的情侶 那女方其實她非常的害羞 那她都不敢跟她的男朋友說 我愛你 那她是用什麼方法呢 她就是 每次在他們一起騎摩托車的時候 她就會在她的頭盔上面 敲三下 這樣子代表說我愛你這樣子 那時間過去了 他們兩個也因為某些原因就分開了 可是有一天 這位女孩子她在路上騎著她的摩托車 在紅綠燈停下來的時候 她忽然感覺到後面有三下的閃燈 那她馬上就想到 是誰 果然她頭一轉過去 看她就是她以前的男朋友 在想 賣感動的 OK 接下來為你們唱這首歌叫 《愛過我的每一天》 謝謝 請 謝謝 你的臉 燭光太刺眼 有一種在撒謊的美 想問了我是誰 不哭一切 與你一場面 我的沉醉沉默 眼底說出一切 你愛過我的每一天 我問過你的每一遍 只有你和我再見 這雙手火焰 我要你愛我多一天 我要再問你多一遍 恨不能夠把你留在身邊 夜時間 有人迎接我 喊著你名字 一開苦茫茫一片 我還能去愛誰 你的溫柔 我太留戀 我退路可回 靈魂向我對面 你愛過我的每一天 我問過你的每一遍 我問過你的每一遍 只有你和我才了解 這雙手火焰 我要你愛我多一天 我要再問你多一遍 我能不能夠把你留在身邊 我渴望你太強烈 飛向你一遍 飛向你一邊 還牙抑的好累 已經到臨界點 你愛過我的每一遍 我愛過你的每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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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和我才了解 這雙手火焰 我要你愛我多一遍 拖你一遍 但不能夠把你留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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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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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per at my rate 游泳 谢谢